在華人社會,花木蘭代父從軍一事,開養人遵遵樂道 而在馬壇上,亦曾經出現過呂扮藍莊的時跡 這個故事的主角,名叫Wilherminus Smith,以下簡稱史密斯 史密斯在1886年出生,幾乎從小住在西澳洲一所鄉鎮的孤兒院 史密斯的媽媽很早就過了生,而爸爸又負擔不起照顧她的費用 所以就將她送到孤兒院那裡 因為孤兒院的工作辛苦得來又沉悶,作為大姐姐的史密斯 需要由早至晚幫忙照顧孩子 不甘被孤兒院困住的她就在16歲的年線自逃出,嘗試去找一些自己喜歡的工作 在那個男專女逼的年代,女性在職場上所獲的機會始終比男性少 更可能會遇上歧視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 史密斯在早年未入馬圈工作的時候 就已經女扮男裝來從事不同行業 包括礦工,碼頭勞工,啤酒廠工人等 為了飾演好男子這個角色,犧牲一把長髮是無可避免的 而且她在衣著上模仿男性,更將聲線壓得很低沉 而且更重要的是,史密斯將自己的名字由Will Hermione Smith 改做Bill Smith這個男性名字,徹底將自己塑造成一名男子 就在她大約30歲左右,因為一次機緣巧合而找到一份馬房工作 在馬背上自在無比的感覺,重新勾起了她對自由的渴望 於是就對賽馬運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開始去學習深掃賽馬 經過多年的克苦訓練,史密斯不僅成為持牌騎師 更加做了練馬師,成就超出 橫跨1940至50年代,她的足跡遍佈坤士蘭各地 好像是Karrens海恩斯,Marieva馬利巴,Herberton哈巴頓 但呂笨藍章的這個秘密,慢慢開始被周邊的人所懷疑 史密斯儘管將自己的名字改做Bill,但在馬場上她就得到了另一個稱號 Girlie,意思就是指史密斯的舉動就好像姑娘一樣,特別被行內騎師所稱呼 原因很簡單,就是史密斯的行為舉止都不像男人一樣隨意灑脫 一位受訪者Bill,在訪問提及史密斯人前的形象相當內斂,很少說話 從她的記憶,史密斯外表多數都是戴著一頂灰帽 有些時候會穿上西裝,而更多時候會穿上馬甲在空前 而關於史密斯女兒身的這個命題,當時有不少騎師都對此感到好奇 林德·阿倫多夫是其中一名跟史密斯曾接觸的騎師 在訪問提及過史密斯的異常行為 No one knew and used to come to the races already dressed in the silks and clothes on and went home the same way and never showered there or anything so we just thought she was one of the blokes. 事實上,每個賽日出賽前,史密斯都會早早地換好騎師服到達現場 從來都沒有在別人面前更換過的衣服 在一輪激烈的比賽後,即使大汗臨離 他也很少用到公共的更衣室淋浴設施來疏洗自己 只是原裝直接回家 在馬場上,史密斯很少與其他騎師交流 令他被定位成一個孤僻騎師 話說當時有一次比賽,史密斯馬上掉下來 而救護員在過程中準備將史密斯的外衣解開時 史密斯錯了,不讓他們解開 還有一次又是墮馬的情況 史密斯和另一位騎師Joe Manemura雙雙跌下來 Joe原意想幫助史密斯呼吸,所以嘗試把他的褲子脫下 但史密斯只是說了一句 No! No! I will be alright 同樣是不讓Joe解開 連回的舉動,越來越多的騎師都懷疑史密斯就是女兒身 阿倫多夫再提及 有一次他們整班騎師想知道史密斯的真相 逼史密斯進入更衣室 並想脫下他的衣服 只是最後被賽事董事所喝止 他又提及到有騎師曾在史密斯洗澡期間 在牆上的小洞打算裝他 但最後還是被史密斯發現 雖然逃走了 但就沒有人有實質的證據 而指出史密斯的身份 而史密斯的女子身份 雖然在行內備受懷疑 但憑著他一直堅守住 亦能夠繼續他的騎師生涯 直至退休 史密斯退休後 搬到一個名叫Enochor Springs的昆士蘭小鎮 他獨自一人,安靜地過著自己的日子 靠政府知足的養老金生活 他從來都沒有結婚 在澳洲當地也沒有什麼親戚 在1975年 年達88歲的史密斯病倒 健康狀況是惡化 被送去Herbertton醫院 醫院調查發現 史密斯原來是一名婦女 但醫院的護士就幫他保守這個秘密 在住院的日子 史密斯和一名護士的關係很親口 史密斯更經常向這位護士訴說很多的經歷 不過相比賽馬 史密斯提及更多的反而是他早年的生活 他更說到之所以選擇了馬房的工作 是他的終身職業 一來是熱目了早年的孤兒院 黑板又辛勞的工作 二來都是源於童年時和父親一起 在田野上看守牛隻和馬匹的經歷 不單只是馬上風馳電制所帶給他的自由 童年時和父親的回憶也是影響他進入馬圈工作的原因 可惜史密斯之後知道 父親怎麼都不會再來到孤兒院接他離開 更早早回到英國 這樣就令他紋身了離開孤兒院的想法 就在童年1975年6月24日 史密斯住院不夠一年就過了生 中年88歲 直到2005年 史密斯都被埋葬在一個沒有標記的墳墓裏面 後來Herberton的獅子會發現了他的故事 於是就在他的墳墓上擺了一塊墓碑 前騎士阿倫多夫提及 當史密斯的身份被真正公開示 整個賽馬界都是為之震驚 要保守這個秘密多年 可以說是相當折騰 但無論怎樣都好 隨著故事公開 史密斯在30年後終於都得到了真正的認可 而在史密斯小小的4年後 澳洲當局才接納呂騎士 隨著澳洲賽馬運動不斷的發展 呂騎士在馬圈中已經是普遍存在 在2018年澳洲騎士協會的統計 擁有執照的女騎士是多達226位 也就是說現在澳洲有至少三分一的女騎士 在馬圈中發展事業 史密斯只是走在太前 不被那個封建的年代所容下 被迫女扮男裝 但無可否認 史密斯是克服了無數障礙 成為了澳洲女騎士的先驅 儘管史密斯在賽馬執照上所寫的是男性 但所有人都認可 她才是澳洲第一名的女騎士 就著史密斯傳奇的故事 Herberton的一位作家Ivan Sichten寫了一本 名為Gores of the Mining Town 女婆是對史密斯經歷有更詳細的描述 有興趣的朋友不如去看看吧